这绝对是中国司法史上最荒诞的一幕 杀人犯拼命证明自己杀了人 公检法却反过来拼命为他辩护 惹得凶手咆哮公堂 明明是我杀的人 为什么不能算到我头上 而这一切还要从30年前的一桩冤假错案讲起 1994年8月8日 河北省石家庄液压剑厂的员工康兰迟迟没有来到工厂上班 家属得知消息后沿着康兰上班的必经之路仔细寻找 结果看到一旁的玉米地里有几颗倒塌的玉米杆 人们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玉米地 结果看到了让所有人头皮发麻的一幕 这件康兰浑身赤裸躺在地上 旁边还有一辆自行车 这是他上下班的交通工具 很显然这是一起恶性强奸杀人案件 警方立刻对周边地区走访调查 结果从一位村民口中得知 案发地点附近 有一名骑着蓝色山地车的可疑男子 经常前往女厕所偷看 警方根据这个线索 仅凭一个月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聂树斌 他当年只有20岁 在一家冶金机械厂上班 而聂树斌之所以被抓 是因为他有一辆蓝色的山地车 聂树斌被捕之后的第六天 警方就得到了一份口供 上面清楚地写着聂树斌亲口承认自己杀了人 除了这份口供之外 法院没有掌握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却还是判处聂树斌死刑 二审同样维持原判 此消息一出 聂树斌的父母如遭雷击 他们怎么都不敢相信 一向性格温和的儿子 竟然是一个强奸杀人犯 村民们得知此事后开始议论纷纷 压得聂家人根本抬不起头 被害人康兰的父母 更是把他们当成不供待天的仇人 而稀里糊涂被判死刑的聂树斌 甚至不知道自己杀了谁 1995年4月28日 聂树斌的父亲前往监狱给儿子送衣服 预警却摆了摆手 告诉他以后不用再来了 因为聂树斌在一天前已经被执行了枪决 聂父听到这个消息 只感觉一阵头晕眼花 他不明白人命关天的大事 司法机关为什么没有提前告知 等聂家父母再次见到儿子时 他已经变成了一盆骨灰 两位老人在巨大的压力下 精神逐渐崩溃 聂父更是在第二年服下了一整瓶安眠药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虽然被及时救了下来 双腿却从此落下了偏瘫 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 聂父聂母为了给儿子伸冤 拉着横幅跪在法院门口 却始终没人站出来 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当年负责此案的人均已高升 没人在乎聂主宾究竟是不是被冤枉的 直到十年之后 一则名叫一案两胸的新闻 将这起冤案推向了风口浪尖 想把他敲昏了 敲昏是参加 参加把这个苦君带下来 一手往胸上躲来 这绝对是中国司法史上最荒诞的一幕 杀人犯拼命证明自己杀了人 公检法却反过来拼命为他辩护 惹得凶手咆哮公堂 明明是我杀的人 为什么不能算到我头上 而这一切都源自三十年前被冤杀的少年 自从叶树斌被执行死刑之后 时间一眨眼过去了十年 2005年春节前夕 河北省行阳市的民警接到群众举报 对方声称 专场里有一个名叫王淑金的人 平日里鬼鬼祟祟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而且上次民警普查户口的时候 王淑金还故意躲起来了 警方得知消息后 开着警车前往专场 结果在路上发现一名男子 神色慌张地朝着玉米地钻了进去 后经核实 确认他就是举报人口中的王淑金 而他如此反常的举动 很显然就是心虚的表现 警方立刻找到王淑金 经过一番审讯 得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王淑金从1993年到1995年期间 在河北一共犯下了六起案件 其中包括两起强奸案 和四起强奸杀人案 民警不由得倒吸过冷气 更让民警感到震惊的是 其中一起强奸杀人案 和1994年 河北石家庄玉米地里发生的案件 竟然高度重合 并且王淑金还亲自指认了作案现场 交代了种种细节 而那起案件的凶手聂淑斌 倒在十年前就被枪毙了 难道一起案件会出现两个凶手吗 又或者聂淑斌是被冤枉的 河南商报的总顾问马云龙 得知此事后立刻展开走访调查 紧接着一则爆炸性的新闻 出现在了全国人民面前 新闻的标题为 一案两凶谁是真凶 将十年前发生的案件和王淑金交代的情况 一五一十写在了报纸上 此事一出瞬间引起渲染大波 聂家父母得着儿子是被冤枉的 当场就被欺诈了 可他们并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 依旧相信法律会给自己一个公平公正 此事也引起了河北省高层领导的重视 第二天就成立了调查组 对当年的案件重新调查 时任河北邯郸广平县公安局的副局长郑成岳 翻开十年前的卷宗之后 当场被气得浑身发抖 因为当年并没有在死者身上提取到聂书斌的经验 甚至连一枚指纹一根头发都没找到 可司法机关却仅凭一份口供就给聂书斌定了罪 而这份口供细看之下简直漏洞百出 这绝对是中国司法史上最荒诞的一幕 杀人犯拼命证明自己杀了人 公检法却反过来拼命为他辩护 惹得凶手咆哮公堂 明明是我杀的人 为什么不能算到我头上 这一切都源自三十年前被冤杀的少年 而法院给聂书斌定罪的证据竟然是一份漏洞百出的口供 首先我们要知道口供作为十分重要的证据 必须做到一字不落的全部记录 而聂书斌患有严重口吃 可他的口供里面却没有任何结巴的内容 而且聂书斌被捕之后的前五天没有任何口供 可就在第六天他却突然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这一点十分反常 口供里面还表示这次的供述是真的 以前说的都是假的 由此可见在此之前聂书斌走过无罪供述 可案卷里面只保存了有罪供述 这点不得不让人怀疑 这起案件的真实性 最为关键的是聂书斌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被害人康兰的死亡时间为下午五点左右 当时聂书斌正在工厂上班 而工厂距离案发地点需要二十分钟的路程 这一来一回就需要四十分钟 聂书斌显然没有时间作案 当年负责调查的民警 还拿走了工厂当天的考勤表 可这份考勤表却离奇般的消失不见了 而除了这份疑点重重的口供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聂书斌杀了人 可他却在这种情况下 被强行扣上了杀人犯的帽子 最终含冤而死 直到王淑金被捕之后 他为了戴罪立功多活几天 于是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其中就包括这几十年前的冤家错案 可让人意外的是 法院却并没有把那起案件 算在王淑金的头上 理由是王淑金提供的被害人的身体特征 以及案发现场的种种细节 不足以证明他就是凶手 每当王淑金提及此事 法官就会以不要说无关的事情为由 打断他的发言 最后判处王淑金死刑 一旦他死了 那么这起案子将再无犯案的可能 负责聂书斌案的律师李树婷 将此案申诉到了最高院 然而七年之后 事情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在这期间 副局长郑成岳不止一次的遭受过威胁 让他放弃此案的调查 郑成岳的态度却很坚决 只要能换来公平公正 就算自己死了又何妨 紧接着他就被撤职了 李树婷由于看不到希望 曾经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他沿着石家庄的民心河走了一圈后 却放弃了自杀的想法 因为他觉得这里的河水又脏又臭 在李树婷 郑成岳 马云龙等无数正义人士的帮助下 这都让人绝望的高墙终于被遭穿了 2014年12月4日 这是我国第一个宪法日 最高院指令山东高院对聂书滨案进行异地复查 这样做可以避免某些人寻思舞弊 阻碍调查过程 经过山东高院一年半的异地复查 确认聂书滨案存在诸多疑点 建议最高院进行复审 后经最高院认真审查 最终确定聂书滨无罪 原审被告人聂书滨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下期就会见到哪里了 好想要找5分后 从下期就会见到中间 到距离的帮助